你能想到粉毛魔王竟然是个大酒桶吗 魔王突然要召见勇者伪装的黑骑士 勇者很慌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魅魔提醒是不是他还没有去拜山头 所以魔王才会生气 不过他也在魔王面前夸过黑骑士 勇者担心魔王会发现伪装 毕竟魔王是可以和赤龙将军打得平分秋色 魔术知识也比见魅魔的怪物级别强者 魅魔贴心表示万一暴露身份就喊自己去帮忙解释 勇者拒绝他会看着办的 勇者很忐忑魔王的反应 见面之后魔王却意外的热情 还专门为勇者准备了一桌美食 他要和勇者来一场把酒烟欢 但对勇者来说却是一场噩梦 乍一看就像是部下和豪爽上司在喝酒应酬 勇者为了避免露出马脚 脑子里只想着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魔王不解勇者为什么不摘头盔 他想和勇者面对面交流 因为事发突然勇者只能换了个发型 魔王死死盯着勇者 夸奖勇者长得不错 看起来很清秀却能感觉到坚强的意志 用头盔藏起来有点可惜 勇者也松了口气还好魔王喝醉了 魔王让勇者好好享受酒食 可一直担心暴露让勇者无心品酒 只想找个合适的机会逃离这个地 他看到魔王酒被空了便上前帮魔王侦满 魔王夸勇者是个机灵鬼 勇者违背祖训教大家让酒会变轻松的秘诀 秘诀一上次酒杯空了就要马上倒酒 倒酒时不仅能暂停对话 还会给人机灵的形象 但勇者是个计划通 只想着灌醉美女上司玩成嘿嘿嘿 很快桌上的酒都被魔王喝完 可魔王的兴致反而更高了 开始对瓶吹 内魔此时正在惬意品查 但又担心勇者那边会出状况 想去查看又怕魔王因此升起疑心 纠结自己为啥要担心勇者 灌醉计划失败的勇者只好在想别的方法 他表示魔王正在吃的香肠很美味 勇者秘诀二 人会轻易对向自己积极表现开心的人抱有好名 就像刚才提及对方正在吃喝的东西肯定不会出错 魔王开心前震住物资匮乏 多亏了兽儿娘的努力才逐渐改善 他一直相信兽儿娘只要有心就能做到 勇者没想到魔王笑起来和普通女孩一样可爱 香肠好吃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厨子 实则就是勇者制作的 因为魔王城的老鼠厨子做的料理太难吃 所以他专门传授厨子们食谱 勇者秘诀三 事先掌握好会端出的菜色 这样可以将料理的话题自然延续发展 魔王认为勇者是个懂王什么都知道 但他有个疑问为什么勇者很少露脸 最终勇者秘诀四 新人能说出自己想法的唯一时刻 就是面对上司的提问 根据回答可能会改变酒会的气氛和今后职场的人际关系 他谎称是女神的诅咒 每天只能露脸短暂的时间 现在就已经快撑不住了 但能和魔王对话也很开心 魔王夸奖勇者真会说话 勇者也期待魔王能够理解他的意思 赶紧结束这场酒会 魔族魅魔和兽尔娘正在为勇者起争执 手下突然敲门表示有急事需要立刻报告 勇者和魔王的地狱酒会也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魔王很感谢勇者的加入 让魅魔大幅度减轻了工作负担 还帮忙照顾了兽尔娘 因为她的表现对魔族帮助很大 为了表达谢意才举办这次的宴席 无论什么种族只要有能力 她都很欢迎并肯定他们 认为勇者能加入真的太好了 勇者提出之前勇者雷欧也想加入 魔王难道也会欢迎他吗 就算勇者可以一抵万他也不需要 要不是勇者妨碍 他早就得到了贤者之识 提起勇者他就来起 所谓贤者之识 是存在于圣都的密谋 三千年前被人类发现 并以他为基础发展 有传言他能让荒帝变成森林 甚至让人长生不老远离病痛 但勇者清楚大部分都是假的 他也使用过不同的贤者之识 知道并非获得之后就能得到超能力 魔王很气愤若非勇者 他们已经获得贤者之识完成目标 他们之所以不撤退并非是为了统治世界 只要获得贤者之识就不需要和人类对抗 虽然人界古老的童话中 有过人魔共同生活的故事 但现实却无法摆脱两族相争的命运 童话终究只是童话 勇者好奇魔王究竟想要贤者之识做什么 他很早之前就想问他 明明被自己打得体无完肤 失去大半军队依旧不肯退回魔界的理由 如果只是一些肤浅理由的话 早就应该死心 但魔王却并未放弃还想重整旗鼓 他问勇者去过魔界吗 如今的魔界早已荒废干涸 终日阴暗不见阳光 就连空气中也弥漫死寂 魔族会为了所剩无几的资源相互争斗残杀 他已经受够了这种事情 想要为魔界建立新的秩序 创造没有纷争的魔界 所以才会召集大家来到人界 为了获得能够实现奇迹的贤者之识 勇者才知道魔王的目标原来如此崇高 虽然和人族没有仇 但贤者之识也是魔族必争之物 只要交出来就没事 如果反抗就不留情面 在这里没必要装好人 其他人会怎么样他才不会管 但勇者知道魔王禁止无谓的杀生 所以那次战争双方伤亡非常稀少 魔王自嘲如果这是战败的理由 那会轻松很多 他终究无法当个称职的恶人 想到人类也有自己的亲朋友好 就会感到同情 他其实也没那么恨勇者 毕竟是人界的守护者 打倒邪恶的侵略者也是理所应当 勇者明白他其实是位善良的博王 但为了百姓安宁才选择当恶人 被魔王问及加入魔王军的原因 勇者见魔王对他如此坦诚相见 自己也不忍心继续欺骗他 他想打心底的支持魔王 支持想拯救故乡的他 正当勇者想要坦白的时候 魅魔兽尔娘赶到 原来暗影将军和赤龙将军 也都相继辞职不干了